結果做完了 所以其實我們做了兩個 我剛剛那個Sub我剛剛叫手機好了 我不要那麼長 那所以方弦叫手機函數 那Sub的話就手機 那執行的方式不一樣喔 不過最後好像缺一個東西 這個地方變成我每次都要什麼 游標放在14Ctrl-Shift向下 Delete 這樣好像有點麻煩耶 所以我是希望說 請幫我再寫個清除 幫我把那個 跟ChallGP講說請你幫我清除這個範圍 14到103好了 然後幫我產生一個Sub 放在下方 所以呢 我也試著做完了 所以底下我好像有寫了一個清除吧 所以我有問了一下 當然如果假設你不用那個 這個ChallGP寫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包含用錄製劇的 像這個程式喔 如果你假設我們剛剛不是用 這個Ctrl-Shift向下有沒有 然後Delete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喔 不用那個ChallGP寫出程式來 跟各位講喔 在Excel裡面喔 除了說可以配合ChallGP之外喔 其實在開發人員裡面 有一個叫錄製劇 那錄製劇集也是一個相當 我覺得蠻友善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你不會寫程式沒有關係 你可以做什麼事 就是把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記錄下來 它會自己幫你把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變成一個VBA程式 而且是SARB程式喔 那怎麼做喔 現在蠻簡單的 我DEMO一下 當然你在做之前 如果不熟之前 你先不要直接錄 因為錄製有點像錄影一樣 按下去就開始錄了 那如果你錄錯了或NG NG要重來 所以你要先怎麼做 先彩排一下 彩排的話 記得喔 大概就是三個動作 1 游標先放在1、4儲存格 Step1 Step2的話 按下Ctrl Shift向下 Step3的話 按下Delete 這三個動作 那因為呢 這三個動作 我希望呢 將來不要每天都一直做 因為每天都要做這件事 很麻煩 我希望讓它變成一個SARB程式 我執行它 它就幫我完成 那怎麼做 接下來我把它Ctrl D一下 Ctrl D又復原一下喔 好 那我彩排之後 如果要把剛剛那三個動作 變成一串程式的話 很簡單 直接按下錄製劇期 把剛剛那三個動作 把它錄製 它就變成一個SARB了 好 試一下喔 這個地方錄製劇期 名稱叫什麼 叫清除好了 OK 反正就清除 好 接下來的話 名稱給它按確定就開始錄了 所以這個時候不能NG喔 因為 待會兒你滑鼠跟鍵盤任何動作 多做了就會多寫一行程式喔 OK 如果少錯就沒有那個程式也錯啦 所以記得不要做錯就對了 確定 STEP 1 1 游標放在14 STEP 2 Ctrl Shift向下 STEP 3 按一下Delete 好 三個動作喔 應該不會太多吧 應該記得起來 好 最後呢 請記得喔 按一下什麼 停止錄製 停止錄製 做完了喔 OK 記得喔 常常同學一直錄 忘記按停止 然後一直錄 老師那個程式怎麼那麼多 因為你還沒停止啊 當然了 OK 記得喔 停掉 好了 不要再錄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執行看看 好 那所以怎麼執行啊 你會發現 他錄完的結果會在哪邊出現 旁邊不是有個聚集的清單 按一下 有沒有清除 有清除耶 對不對喔 而且喔 他也會把STEP 通通在這邊顯示 所以我剛剛的那個STEP 那個 VBA裡面不是有一個手機的STEP 對不對 除了說可以從這邊執行 之外有沒有 你也可以在哪邊執行 在聚集這邊執行 這邊一樣可以執行啊 有沒有 手機這邊可以執行 那剛剛的清除 我們來試試看 清除如何執行 按下這邊有沒有 再按執行就好了 清楚了 你說老師那我什麼事都沒做耶 其實你有錄製啦 錄製他就 所以喔 以後 假如你每天都做的動作 不過可能需要是重複性比較高的 你就可以利用錄製劇 產生需要的層次 再來就執行他 當然你錄製劇我建議喔 一定要把你的問題喔 不要一次錄太多 可能就拆分 第一個 第一個小問題 第二個小問題 第三個小問題 就把他串在一起 這樣比較不會失敗 OK喔 所以執行 清除 這樣OK 那你說 欸老師那到底喔 他錄下來的東西 幫我放在哪裡呢 其實他還是幫你寫在 這個Visual Basic裡面 所以你點Visual Basic裡面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如果細心的同學 應該會看出來 他有哪些改變 有沒有看得出來 哇這個時候就要考各位那個 欸什麼 如何找出 在Visual Basic裡面 哪裡不一樣 OK 有沒有發現 看得出來嗎 這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欸 Module 2 那我們剛剛我不是一直講說 不要太多 只有一個就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只有Module 1對不對 那錄製聚集到底做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 他錄下來 第一個會自己手… 自己幫你自動加一個Module 2 第二個的話呢 你打開Module 2看看 他會幫你寫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Sub 叫做清除 有沒有 所以你錄製的時候 那聚集錄下來的程式 一定只會是Sub程式 不會是Function 特別注意喔 所以以後人家要問你說 聚集 它會是什麼樣的形態 你直接跟他講說 聚集只會是Sub 絕對不會是Function 那表示你專業了 OK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底下這個都注解啦 一般習慣會把這個注解嘛 把它Delete掉 那因為我們剛剛不是做了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的話呢 是什麼 是… 游標放在14儲存格 當然你可以打注解啦 一般注解我建議自己打一下 比如說游標… 放在14儲存格就不打了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 好像第二個動作我是做什麼 Ctrl Shift加Enter吧 Ctrl加Shift加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按Delete鍵嘛 按Delete鍵 按Delete鍵就好了 這樣比較OK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加上注解有什麼好處 你會發現 哇 原來寫程式 好像突然間程式我都看懂了 有沒有 其實你不是看懂程式 你是看懂注解啦 那只是說 因為透過注解來學習程式 是一個還滿好的途徑 所以你會發現今天又多學一個 錄製劇 而且並且認識寫出來的程式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將來很多動作 你根本不知道 如何去把它變成VBA程式 你可以有一個途徑 就是什麼 錄製劇集就好了嘛 有沒有 不會的話自己把它錄一錄 然後呢 它會自己幫你把它產生Sub 那你再去修改不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VBA其實很多地方你不會寫沒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目前的輔助工具實在太多了 第一個AI就已經真的太好用了 再加上第二個錄製劇集 我覺得也很好用 OK 那把這個相輔相成 那很多程式說真的不會 怎麼可能會不會 只是你不會用對方法 OK 所以今天又多講 不過今天講的那個難度 其實算還滿高的 我是怕各位會不會比較不好吸收 所以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請各位先在錄製劇集 先彩排一下 1、2、3個動作 彩排完之後呢 請你再開始錄製 所以錄製劇集 打上名稱 按確定之後說1 Ctrl就可以向下 Delete 有沒有 錄完之後呢 再確定有沒有清除 有 你就可以執行 先執行手機 再執行清除 這樣就OK了 不過啦 最後 講一個我覺得還滿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同學常講說 老師那每次執行就在VBA 或這裡好像都不太方便 可不可以幫我變成按鈕算了 這邊兩個按鈕 一個按下是手機 一個按下是清除 那會更好的 所以最後的話 如果你希望剛剛這兩個SAB程式 特別重要 只有SAB不能放學 要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在旁邊按下它就執行的話 非常簡單 你只要在開發人員裡面 找到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有沒有 就這個喔 有點像一個什麼 像工具箱吧 左上角這邊不是一個按鈕 就這個喔 然後按下它就有點像小畫家 拖拉一個按鈕 它會問你說你這個按鈕 將來要連結哪一個SAB 那你就跟它講 然後改一下名稱就OK了 所以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點這邊有沒有 這個按一下 像小畫家拉一個矩形 跳出你要連結的SAB名稱 就手機對不對 按確定 然後把按鈕名稱再點一下 因為它名稱不會自己改 所以你自己改一下 這個叫手機 好 手機按一下 有了有沒有 這個就執行 那清除的話怎麼做 清除一樣嘛 在底下再拉一個 然後找到清除了 不過有時候要打清除兩個字 我很偷懶 我就直接把這兩個字複製算 然後按確定 直接把按鈕2Delete掉 把它直接Ctrl-V貼上 這樣就有清除 清除的話現在按不行 你一定要移開 再點擊清除 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今天最後 反正你們就把它做出來 那哪個地方可以用 只要是SAB都可以變按鈕 所以前面的練習 你全部都可以在旁邊加按鈕 可以回去的話 有時間你就自己玩玩看 反正只要有寫出SAB Function不行 就可以利用插入 這邊可以增加按鈕 OK 其實是滿方便的 所以很多動作 就可以通通把它變成按鈕了 最後跟各位再講一下 存檔的部分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你有寫VBA的話 在存檔的時候 請各位務必把它存成一個檔案格式 這個格式叫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OK 請記得喔 存檔類型裡面有沒有 這個地方 一定要啟用聚集喔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沒有選啟用聚集的活躍部喔 我選擇一般的活躍部的話 會怎麼樣 其實你試試看好了 最後的結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就是 你剛剛寫的VBA程式 怎麼樣呢 全部消失 等於你白做工了啦 那你說救得回來嗎 很抱歉 完全救不回來 從此消失 你剛剛做的都白做了 OK 所以記得喔 最後的話呢 所以你等一下練習看看 如果你有存檔 我看你剛才先存檔好了 另存新檔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這一個 然後把它存檔好了 OK 存檔 儲存這樣就OK了 但是將來如果你要開起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是啟用聚集的吧 那我檢視我把它用那個大圖式好了 中圖式好了 這個就是了 驚嘆號有沒有 打開的時候 它會跳出一個警告訊息 一定要按一下這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那個所謂的 聚集病毒的問題 所以它會先警告一下 這個是你寫的 對我有寫 當然沒錯 你用啟用 如果你沒有啟用直接執行的話 有沒有 它會出現什麼 無法執行 有沒有發現 所以之前也蠻多同學說 是為什麼我寫了之前可以執行 現在不能執行 你沒啟用嘛 啟用一下 OK 清除 OK 搞定 所以請各位練習一下 最後這個部分 就是從那個錄製去集這個地方 畫面呢 一樣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其實難度高 好像也只是說要記得一些操作方式 那以往呢 我們在教這個VBA的部分 真的啦 沒有AI的輔助 那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光講每一行程式 就耗掉非常多的力氣 而且同學說真的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同學真的想放棄 老師你寫這麼多 我完全都看不懂耶 這個時候有AI 我覺得這暫時你可以先跳過 你需要這個學習的 我覺得還是至少 就是要怎麼樣跟AI溝通這件事情 OK 另外的話呢 還可以配合錄製去集 所以剛剛我們清除部分 來試用錄製去集的方式 請各位試 最後再用插入表單控制項的按鈕部分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的按鈕了 OK 試一下